新生儿脱皮 新生儿脱皮有些人说 老师你看我的宝宝就是脱皮啊 脱皮会脱在哪呢 尤其是他的皮肤表面都有可能啊 可是比较可能就是比较熟啊 熟的地方 然后这个角的地方脱皮脱皮脱皮 这些是自然的 这些是正常的 OK 那怎么样去判断 你的宝宝到底是正常脱皮 还是不正常脱皮 那我就教妈妈很简单的方法 你呢就是 比如说宝宝这里脱皮 对不对 你先摸着 然后你眼睛闭上 然后你摸 如果你眼睛闭上 摸出不一样的感觉 就比如说粗粗的啊 或是有那种cracky的感觉 那就是异味性皮肤炎 可是如果你摸这样 你眼睛闭上摸 没有什么感觉 其实虽然他 你眼睛有看到脱皮 可是闭上的时候摸起来是一样的 那表示是新生儿脱皮 那是正常的 就不用管 连乳液都不用擦 就是这样 正常就好 正常 他一两周就会消失 所以我们通常讲说 宝宝新生儿的皮肤呢 你都不用担心 因为呢 满月之后 宝宝皮肤全部换掉 换你一个新的 很漂亮的宝宝 接下来呢 我们要讲另外一个 叫做是 织一性皮肤炎 那这个呢 你会看到宝宝的头上 或是有时候眉头这里 就会皮肤变红 然后有一个结痂的状 有油腻的小片片 有没有一坨一坨结在这里的 黄色的那一片一片的这个 头会常常有 额头有毛的地方 眉毛 耳朵 腋下 腹部 大腿皱褶之间 都可能会有 那这个呢 原因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 那该怎么处理呢 基本上 如果尤其是宝宝的头 有些妈妈说 这个我给他扣扣扣扣 扣掉行不行 绝对不可以扣 你扣了会受伤 所以这个怎么做呢 如果宝宝的头很多 基本上你可以不要管它 你都不要管它 它总有一天会消失 可是我相信 大部分的妈妈 包含我自己 都没办法接受 所以呢 你就是可以拿一些 油类的东西 就是橄榄油 拿橄榄油 再把包 然后用一些 软的小棉花球 这样轻轻的 转转转 轻轻的转 轻轻的按 OK 转转转转转转 然后把头上 你可以感觉到那些 那些垢啊 那些垢会慢慢慢慢的 会动 好 然后这样轻轻的给它弄 哪里有就弄哪里 轻轻的哦 然后有点耐心哦 然后再把它软化之后呢 你再拿小梳子 有那种小baby专用的小梳子 轻轻的梳掉 轻轻的梳 轻轻的梳就好 轻轻的梳 梳梳梳梳梳梳 梳 梳完之后呢 再洗 那这时候的洗呢 你就必须一定要用那个shampoo 你就必须要用 清洁剂了 你就不能用清水了 因为它油嘛 你把它全部洗掉 洗洗洗洗洗洗洗 洗掉 然后宝宝的头 就会干干净净 喷喷亮亮了 但是 它可能还会再回来 那没关系 是正常的 OK 所以宝宝越长越大 这个是就越来越 越来越少 然后eventually就整个都好 那如果是眉毛的话 你也可以轻轻的 一样是用那个油这样轻轻的这样子 轻轻的这样子 有没有 轻轻搓一搓 然后再把它剥掉 剥掉 然后再把它洗干净 这样就好 OK 然后平常的保养就是很简单 弄干净之后 你就把它洗干净 然后擦干就好了 擦干就好了 那希望各位妈妈的爸爸 皮肤都佩佩亮亮 健健康康的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节目的话 记得like us 好 谢谢你哦 拜拜 拜拜